阿弥陀佛,人人都会念,但怎样念功德更大呢? 我们念佛异佛要与佛相应,念阿弥陀佛是大乘法,大乘法的标志就是菩提心。 我们既然闻到佛的名号,无量光无量寿,能不能发菩提心? 这是很重要的,发菩提心从理论上,分俗地的菩提心和圣异地的菩提心,俗地菩提心又分愿的菩提心和形的菩提心。 那我们先要从愿的菩提心上来修,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,这就叫愿的菩提心。 我们怎么真实地生气,愿一切众生都成佛道的心,这是有观修的。 按照佛法的教理,要观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,这样观想的时候,你心里面的功德生起来,心是充实的,不是空的,修行千万不要落空。 要真实地生起这种心来,观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,同样念一句难无阿弥陀佛,跟没有观的念佛相比较。 功德是天壤之别,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念佛,念得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,但心却是有限的,念念都有量,两个不相应。 发起菩提心的人念一句难无阿弥陀佛,等于无量句,因为菩提心本身就无量,以无量念无量,如是因如是果。 这样就,母子立生,不相为远,现前当来,必定见佛,要把一切众生都当父母,那接下来要修什么? 观父母的功德,父母对我们生命的恩,教义母恩,念母恩,报母恩,用什么来报母恩,发菩提心,愿一切父母不受苦,只有通过佛法,通过我们界点会的羞耻,才能够产生无量的功德,才能够产生让众生离苦得乐的力量。 这样修,你的愿菩提心才生起来,有了这样的愿菩提心在念佛,功德就很大,所以发菩提心要先发俗地的,俗地的里面先发愿的菩提心,愿的菩提心要先是众生如父母,是众生如父母里面要似父母的恩,一念父母的恩,那你该修什么? 要一念父母的恩,要报父母恩,然后把这种心扩大,一切众生过去无量节都做过自己父母,要以这样的心来念佛,如果你不能发菩提心,六度万行不相应,就在那些技巧上面,不能了生托死。